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现在可以说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 乘凉,降温成为人体最基本的需求 吹冷风作为最有效的降温方式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在很多人的家里,空调、风扇等设备几乎要24小时常开 即使入睡后仍不会关闭 虽然这样确实很凉爽,但您知道吗 夏季的这两风真的不能胡乱吹 夜间的空调冷风,谨慎吹 这是因为夏季炎热,血液里水分减少 血液粘稠度上升,导致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 极易诱发脑中风 与此同时,高温天气,很多空调温度会调得很低 造成室内外温差过大 当人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时 这种忽冷忽热的温度会让血管忽而收缩,忽而扩张 也容易诱发脑中风 专家建议 夏季纳粮不可过分摊粮 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患者,不能长时间吹空调 室内外温差也不要超过10摄氏度 平时要坚持服药控制病情 密切监测血压升浮 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的同时,可以多吃醋 山楂等降血脂,软化血管的食物 增加膳食纤维,豆制品和鱼类等食物的摄入 要戒烟现酒,少吃食盐 适量运动,保持心理平衡 应如何预防空调下的中风威胁呢? 1.26摄氏度最适宜 即使室外再炎热 室内空调的温度也不易设置太低 一般成年人在空调房内最适宜的温度为25到26度 体弱者为27到28度 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超过7度 如果温差过大,会加重体温调节中枢的负担 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 咳嗽流涕等不适症状 严重会引发中风 2.吹空调坐姿很重要 开空调时,冷空气向下沉 因此风最好向上吹 避免冷风直吹身体 靠近空调的人最好面对空调坐 因为冷风从后面吹着人的背部 腰部比迎面吹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更大 坐办公室的朋友 如果座位挪不开 最好多预备一条小丝巾 围住颈部 3.进屋10分钟后再开空调 有些朋友出了一身汗 回到家马上打开空调猛吹 这样有害健康 因为此时毛孔完全打开 来不及闭合 容易让体温急剧下降 血管急剧收缩 会诱发感冒等病症 因此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 应至少10分钟以后再开空调 4.避免空调风直吹身体 使用空调时 送风应选择扫风 如果空调直对着头颈部吹 头皮温度下降 会引起脑血管收缩 脑血流也随之减少 对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而言 严重时可诱发脑中风 如果风口对着单侧面不吹 又有引发面瘫的危险 直吹的电扇硬风最好不吹 上面我们说到空调使用不当的危害 那么您知道风扇也不甘示弱吗 据报道 29岁小陈是长州人 从事建筑设计 最近到扬州出差 工作较为忙碌 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画图 晚上睡觉前 小陈感觉住所闷热 便开着电风扇吹了一夜 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醒来 小陈瘫了 他发现右腿疼痛 起床都很艰难 整个身子都有一种僵住了的感觉 甚至还伴有腰疼腿疼 这次疾病来时不仅突然而且凶猛 他仅仅想站起来就花费了一分多钟 小陈形容自己的病情 轻微一动就疼 全靠别人搀扶才能勉强起身 朋友赶忙将小陈送到了 扬州东方医院就诊 经过医生缜密地检查 医生断定 小陈的病痛是由腰椎尖盘突出 导致硬膜囊受压迫所致 对此 东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张力总结 小陈这次病发主要是由于连夜吹电风扇 加上之前工作疲劳 画图时喜欢歪着身子 姿势不良所导致 长时间冷风刺激 极易引起腰部肌肉和韧带痙攣 导致椎尖盘突出 腰痛不止 从中医角度分析 小陈虽然年轻 但是工作压力大 身体处于雅健康状态 加上天气闷热出汗多 却贪凉吹冷风 它属于正气不足 阳气虚弱 风扇直吹 就容易让风邪逞虚而入 随后张力给小陈进行针灸 放血拔罐等治疗 这才让小陈的疼痛有了缓解 风扇的正确用法 1.摇头吹 定向靠近电风扇吹风 虽然可以迅速降温 但这样会使身体吹风部位 因冷热不均 而造成血液循环差距 神经中枢失去平衡 诱发不适 因此 最好还是摇头吹 并距离人两米远左右 温度均匀 不至于让人感到太凉 也可反射吹风 让风扇对着墙吹 风通过墙面反射到人身上 2.中低荡即可 若空气温度已经很高 电风扇吹出的风会是热风 此时散热主要是靠人体汗液的蒸发 若用高档风吹 皮肤表面温度快速下降 毛孔闭塞 体内的汗液就散发不出 不仅觉得热 还容易导致腰酸背痛 因此 更建议用低速或中速挡吹 让体温慢慢降下来 3.控制时长 长时间对着风扇吹容易引起伤风 感冒 腹痛 腹泻等疾病 因此吹风扇的时间也得把握好 肠道等较为敏感的人 尽量不要长时间吹 也不要对着肚子吹 电风扇在使用时 最好放置在门窗旁边 便于空气流通 提高降温效果 减少耗电量 最后提醒大家 因受凉所致的各种疾病 虽然很常见 但大家仍需要重视 不论病情轻重 都不要耽误治疗 警防后遗症 夏季防暑降温小肠时 最佳消暑对策 心静 俗语说 心静自然凉 最佳消暑食品 绿豆 绿豆干寒 有清新沥尿 消暑止渴 清热解毒之效 最佳消暑药物 荷叶 荷叶胃苦性平 喜气清香 新鲜者 善清夏日暑鞋 以化慧灼 清热解暑方中 最多配用 最佳消暑蔬菜 苦瓜 苦瓜性寒胃苦 有清热解毒 清新消暑 明目降压之功 对中暑 对中暑 利己 饿疮 等有防治作用 最佳营养肉食 鸭肉 鸭为水禽 其性寒凉 最佳调味用品 醋 姜 俗话说 夏天一日三片姜 不劳医生 开药方 最佳消暑饮料 热茶 绿茶或花茶 最适合夏季饮用 能清新沥尿 解热除烦 只可消暑 最佳降温方法 摇扇 扇子获得的风 柔和宜人 不会伤身 最佳保健措施 午睡 中午休息 能弥补夜间 因炎热 而导致的睡眠不足 保证 下午精力充沛 高血压 中风 冠心病 等心血管疾病 是导致健康 和寿命受损的 主要原因之一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很多都与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 比如不健康饮食 身体活动不足 吸烟等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改善饮食的干预措施 可以有效地 预防心血管疾病 近日 美国预防心脏病学会 权威发布 十条饮食建议 让心脏和血管更健康 2022年3月 美国预防心脏病学会 在线发布声明 提出了 预防心血管病的 十个营养原则 声明指出 全球90%的心血管疾病 可归因于9个可改变的风险因素 血脂异常 吸烟 高血压 糖尿病 负行肥胖 社会心理因素 水果和蔬菜食用量低 喝酒 缺乏身体活动 因此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 关键方法 是需要 终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从饮食方面 声明给出了 十个建议 建议一 记住六个少吃 声明指出 预防心血管疾病 有最佳饮食方案 建议以水果 蔬菜 豆类 坚果 种子 植物蛋白 含脂肪高的鱼类 为主的饮食 是预防动脉周样 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 最佳饮食方案 尤其要注意 六个少吃 少吃加工肉类 少吃饱和脂肪 少吃反式脂肪 少吃胆固醇 少吃盐 和少吃精致碳水化合物 最佳饮食方案 可通过遵循地中海饮食 得输饮食 素食和植物性饮食模式实现 建议二 不饱和脂肪 代替饱和脂肪 声明建议尽量使用 不饱和脂肪 多不饱和脂肪 单不饱和脂肪 代替饱和脂肪 减少饮食中胆固醇的摄入 同时增加 橄榄油和茶籽油 饱和脂肪酸较多的油类 如棕榈油 猪油等动物油 奶油等 尽量少摄入 建议三 别吃太咸 全球每年有三百万人 死于纳摄入过多 饮食中 纳摄入量与血压之间 存在直接关联 减少纳摄入 有助于降低血压 研究显示 得输饮食 有助于降低高血压 糖尿病和心衰风险 延缓动脉周样硬化进展 有研究发现 高血压患者遵循得输饮食 与收缩压和舒张压 分别下降11.4毫米拱柱 和5.5毫米拱柱相关 得输饮食强调 多吃水果 蔬菜 豆类 坚果 鱼 瘦肉蛋白 低脂乳制品 少吃加工肉类 红肉 和甜食 限制饱和脂肪与钠的摄入 建议四 控制体重 肥胖和糖尿病 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肥胖和二型糖尿病都是心血管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危险因素 因此防止体重增加和肥胖是预防二型糖尿病的关键 如果能有效进行减重和体重管理 可延缓二型糖尿病的进展 许多饮食因素和饮食模式与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 在全球范围内 24.7%的糖尿病死亡和34.9%的伤残调整寿命年 可归因于饮食不健康 遵循弹性素食 地中海饮食 或德书饮食 可有效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建议五 少吃精致穀物 加工肉类 多吃健康食物 健康饮食对预防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重要性 已得到充分证明 成年期的体重增加 主要是由于脂肪量的增加 这与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 遵循健康饮食原则 少吃薯片 薯条 精致穀物 加工肉类 红肉和含糖饮料 多吃酸奶 水果 全穀物 豆类 鱼和坚果 将有助于控制和减轻体重 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风险 建议六 不要乱用各种补充剂 保健品 声明指出大量研究显示 多种维生素补充剂 并不会降低人们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此外 一些膳食补充剂 可能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如抗氧化剂混合物和烟酸 钙补充剂 尤其是较大剂量服用 以及不与维生素D同时服用时 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因此 声明不建议人们通过服用膳食补充剂 来预防心血管疾病 如果不得不服用 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避免自行服用 导致不良影响 建议期 从儿童期就开始进行预防 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措施 应尽早开始 从娃娃抓起 虽然不良心血管结局 通常直到中年才出现 但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 危险因素 可能发生在儿童期和青春期 声明强调 因从儿童期就开始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 一级预防 如在饮食上增加水果 蔬菜 全穀物和各种富含氮 从儿童期开始进行预防白质的食物 例如豆类 坚果 种子 海鲜的食用量 通过微小改变 逐步建立健康 营养丰富的饮食模式 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建议八 老年人更要注重营养 重视医学营养治疗 医学营养治疗 可以为整个生命周期带来健康益处 即使是患有疾病的老年人 由于年龄增长 老年人口腔和牙齿健康恶化 以及神经功能的变化 将会影响咀嚼吞咽和味觉功能 导致营养缺乏 如缺乏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 声明建议 在适当的情况下 老年人可考虑食用特医食品或补充剂 以获取充足的营养 或通过改变食物的质地 形状和味觉特征 以保证有助于心血管健康的食物的摄入 建议9 建议医生或营养师 为患者制定合适的饮食干预措施 声明建议 医生或营养师 在制定饮食干预措施时 应充分考虑到社会因素 为患者制定合适的饮食干预措施 建议10 多学科联合能更好地控制心血管疾病风险 声明指出 医学营养治疗与注册营养师合作 可促进健康饮食模式的实施 有效改善饮食质量 促进有意识的减轻体重 改善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血脂和血压 显著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应鼓励多学科进行协作 共同干预 以更好地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中风有多可怕 我们都知道 身边也有不少中风患者 看着他们从一个健健康康的人 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样子 真的是不得不令人感慨 每个人都有几率得中风 但有的人身体素质比较好 预防工作也做得很棒 于是中风没有了可以下手的机会 但也有不少人身体素质比较差 容易被中风盯上 但是不要怕 记住这个中风前最后一次警告 还是有机会逃过一劫的 以下是一位医生的真实经历 某天深夜我正准备入睡 门铃突然响起 打开一看 隔壁的李大妈一脸慌张地 站在门外焦急地说 杨医生 真不好意思深夜打扰到你 我家老张不知怎么的 突然一只眼睛看不清东西了 左边身子乏力 麻木 说话也含含乎乎 杨医生 您过来帮我瞧瞧吧 我赶紧跟李大妈到他家 却见张大叔神色自若地坐在桌旁 喝着茶水 满是歉意地对我说 杨医生 麻烦您还专门跑过来一趟 我的病突然又好了 李大妈纳闷 老头子 你不会是装病吓我吧 直觉告诉我有蹊跷 我便询问了张大叔的病史 查看体征 最终认为大叔不是装病 而是患了小中风 也就是短暂性脑缺血 从小中风到中风 仅一步之遥 小中风也叫轻微中风 医学称之为短暂性缺血中风 是由于小血管阻塞脑部血管引起的 症状跟中风类似 患者会出现单侧手臂无力 口角歪斜 说话不清 但这些症状都是暂时性的 时间不长 一般两小时内可以恢复 且程度较轻 常被人忽略 可你知道吗 小中风缓解后 并不是病好了 它是中风前的最后预告 小中风是大脑向人发出的健康警报 发生小中风后 患者罹患中风概率大幅攀升 研究发现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后 7天内发生脑中风的概率为8%到12% 一个月内发生脑中风的概率为11%到15% 90天内发生脑中风的风险为20% 据临床数据统计 半数以上的脑中风患者发病前 都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病时 抓住小中风的这些表现 小中风和脑中风的正好症状相同 但小中风持续时间短 大多10分钟左右就会消失 因此容易被忽略 发生小中风 我们怎么能够及时抓住这些蛛丝马迹呢 1.口眼歪斜 患者会突然口眼不歪斜 口角流弦 口齿不轻 吞咽困难 2.肢体麻木 患者会出现几分钟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 面部 手臂 腿部感到麻木 刺痛 无力 走路时突然走斜线 杯子失手 拿不稳 喝汤不受控制 嘴角流汤 3.视力减退 眼睛像蒙上了一层薄纱 看不清事物 几分钟后能自行恢复 4.意识障碍 突然出现言语障碍 说话不清 吐姿困难 性格一反常态 表情冷漠 行动迟缓 5.乏力呕吐 部分患者会出现全身疲乏无力 出虚汗 胸口感到闷毒 心悸呕等等 自测小中风 谨记五看 小中风一瞬即逝 及时抓住小中风 是预防中风的黄金时机 请牢记 以下五个测试 是否患上小中风的方法 一.看眼神 观察者要看患者在头部 完全不动的状态下 眼睛能否跟着手指上下左右转动 2.看鼻尖 让患者将自己的手平放在侧前方 用食指指到自己的鼻尖 左右手交换测试 观察其协调能力 3.看舌头 让患者伸出舌头 观察舌头会不会不由自主地歪斜一侧 4.抓手指 患者分别用两只手紧紧抓住观察者的手指 若抓力很紧为正常 若轻易就能拔出来 就要考虑是肌力下降了 5.抬大腿 观察者压住患者大腿 看患者是否能够克服重力及压力 脑中风一旦发作 严重者可危及性命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预防 有规律的作息 适当地进行身体锻炼 多吃三黑食物 黑米、黑芝麻、蘑菇 以及海带、淡水鱼等健康食物 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病史的人群 日常要注意血压、血糖控制 及时掌握脑粗中发生的危险信号 一旦发现 请马上就医 哪些习惯有可能会引发中风呢? 1.经常高强度工作 想要避免血管堵塞或者中风症状的出现 需要改正某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像常见劳累过度也容易导致中风或者血管堵塞的发生 平时需要避免高强度的工作 当工作一段时间后需要适当休息 通过合理的休息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感 改善血液循环 这样才能避免疾病出现影响机体健康 2.冬天不注意保暖 在天气变化的时候需要注意保暖 避免身体受寒 很多人到了寒冷的时候 经常穿着短裤、短裙 将身体四肢暴露在外面 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血管受刺激后堵塞 循环受阻 因为身体受到寒冷刺激后 通常会影响血液循环 损害血管健康 出现中风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因此 平时应该注意身体保暖 防止身体受寒而出现疾病 3.长期情绪不良 中风这种疾病的出现 与情绪方面的因素有关 如果经常存在不良情绪 引发中风的概率会非常高 因此平时应该学会通过合理的方式释放压力 当压力过大时及时改善 调节个人情绪 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身体健康 防止情绪的影响而导致气血运行受阻 出现血管堵塞的表现 4.错误饮食 饮食不当也是引发中风的罪魁祸首 因此 平时应该掌握正确的饮食方法 通过合理的饮食调节来促进身体健康 饮食应以清淡为主 部分高脂肪食物应该避免进食 否则会出现血液变得粘稠 血脂升高等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时 可能会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 这样出现血管堵塞 病变的可能性会增高 对集体健康不利 预防中风 首先要做好哪几件事情呢 1.监测血压 中风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的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中风 都跟高血压有关 高血压是引起中风的独立危险因素 因此 需要定期监测血压 严格按照医生主妇用降血压药物 采取低盐饮食 争取把血压降到 低压90毫米拱柱 高压140毫米拱柱以下 2.适当的出出汗 保持适度运动能维持正常体重 利于控制血压和血脂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降低中风风险 每次运动不能少于30分钟 每周至少运动4到5天 每天早晨醒来后 可以用双手揉捏双侧耳朵 能够刺激穴位 促进全身气血运行 利于血液循环 防止出现动脉硬化 也可以坚持做张嘴闭嘴动作 同时伴有神呼吸 能够利用面部神经反射刺激大脑 让脑部血液循环更加通畅 增加脑血管弹性 从而预防脑中风 以及老年痴呆症 3.学会减轻压力 压力大是引起中风的高危因素之一 因为压力会导致身体发生炎症 不妨多做一些能够减轻压力的事 如深呼吸 做做伸展运动 或者练习瑜伽 打太极拳等等 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比如钓鱼 养花养草 听音乐 或者练毛笔字 能够陶冶情操 让烦躁不安的情绪平稳 同时也能够转移注意力 帮助释放压力 4.积极减肥 肥胖会引起多种疾病 如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 以及脂肪肝等等 都增加了患上中风的风险 因此需要积极减肥 把体重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5.控制好血糖和血脂 糖主要为身体提供能量 但持续性高血糖或低血糖 会增加患上中风几率 因此需要严格按照医生主腹用药 控制好血糖 维持血糖稳定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被称为坏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是好胆固醇 前者升高或者后者降低 会增加血栓生成风险 一旦血栓生成 势必会影响血液流动 导致中风 因此需要控制反式脂肪酸 和饱和脂肪酸摄入 保持适度运动 来提高好胆固醇水平 6.多留意心率 经过研究表明 心房颤动的异常心率 发生中风的风险 高达5倍以上 只要心跳加快或变得不规律 需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做检查 一般医生会用药物 或者电机的方式 重新调整心脏节律 温馨提示 日常生活中必须戒烟戒酒 控制好三高以及体重 远离烟酒 保持适当运动 合理安排一日三餐 控制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 积极给予抗血小板聚集治疗 必要时需抗凝治疗 工作时若长时间处于同一个姿势 不妨伸一伸懒腰 这样能使得全身部分肌肉收缩 血液赶回心脏 从而增加循环血量 避免出现中风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